杜恩爱有 aanlouet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恩爱有 aanlouette 词曲 杜恩爱有 aanlouette 一下方文字幕志愿者 杜恩爱有 aanlouette 干涉 这是干涉 干涉的现象的话 基本上面 你們大概可以馬上告訴我的 就是說你們了解的是一個雙霞縫的乾涉 對不對 那雙霞縫的乾涉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這是一般你們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霞縫它的寬度 我用A來表示 然後呢 霞縫之間的距離呢 我用D來表示 那我們可以把這整個 這是一個屏幕 然後我們在這個屏幕上面的假設 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個光 它是一個單一波長 那它的Lambda呢 我們可以跟A來做一個比較 那我說Lambda如果遠小於A 那Lambda遠小於A的情況之下呢 那你這個光經過這個霞縫的時候 它是不會這個產生落色現象 它就直接往前一直走的 那這個我們說 我們說這時候你可以用幾何光學 OK 那如果Lambda大概差不多跟A一樣大的時候 那我們說這時候你就必須要用波動光學 換句話說我們在上一堂課所講的 會跟思言禮等等 通通通通是必須要在這個地方用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部分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呢 都是屬於我們這個screen跟slip之間的距離低啊 低呢是眼大於小低的部分 換句話說我可以把這個螢幕呢 是放在無從遠的地方來看待的 那我現在我就看 你們從高中裡面都看得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在這個螢幕上面的 任何一個點 那它呢 到底這個光射到這個點上面 P點上面的話呢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說這是slip1 這是slip2 那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從slip1到P點的 這個這個路徑的話呢 這個路徑的話呢 跟slip2到P點的路徑 這兩個路徑顯然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性的 所以我說slip2到P點的路徑 跟slip1到P點的路徑 它們的差異值在哪個地方呢 它的差異值最重要的差異是 我說d已經是大於小d的部分 那這兩個平行光 ok 你如果把它做一個 這個 類似這個 這個鬍長 就把它以這一點為中心 然後做一個鬍長的部分的話 圓 來看待的時候 那這個其實是都是垂直 因為這是 這一條就是等於這個鬍的切線的部分 ok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非常清楚的 這個就是我們s2P-s1P的 所謂的這個 我們的光層差的部分 這是光層差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 用程式data好了 ok 那這個data的部分 是等於多少呢 如果 我說這個角度是c-t角 這個角度是c-t角的話 那這個角度也就是c-t角 所以你馬上可以知道說 所謂的s2P-s1P的部分呢 就相當於是低了sine的c-t角 所以在這兩個光層差的data的部分 它是等於data的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了 它data的data差別在哪裡 我說如果我在這一點的光層差 這個光線進到這一點的光層差 是差了等數個lambda的時候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過 這個整個坡前 一個坡一直往前傳遞的話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可以視為 ok 這個整個坡的前往前傳遞的話 那我說兩個坡都差一個lambda的話 過了n個lambda 其實就是剛好 兩個坡的坡峰 對的就是坡峰 坡谷對的就是坡谷 ok 所以data等於n個lambda的時候 實際上 在p點這一點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建設性的一個干涉 那m值是等於0過1過2 那這個是一個建設性的干涉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面 它的強度啊 i呢是沒什麼 ok 這是第一種情緒 那反過來 那反過來 如果dsinθ 是n加2分之1個lambda lambda一樣的 是從012一直下去 那你會發現 剛剛我們講的 你本來一個坡的坡前的部分 跟另外一個坡 差了n加2分之1個lambda 那半個坡是在這個位置啊 所以我們會發現 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兩個坡過來的 剛好是坡峰跟坡谷的地方 坡谷跟坡峰的地方 是在同一個點點進來 ok 所以我們看到了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的是 它的intensity IR 它是minimum 這是我們非常清楚的 也是你們在高中時候 就已經非常了解的 那有同學會問說 如果假設這個d啊 d不滿足 大d不滿足 這個跟小d的距離 不是也大於d的情況之下 那不是也大於d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發現說 在這兩個 這個不是垂直線 那你的光層差怎麼計算呢 我說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是很容易 去把我們的實驗稍微改裝一下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這個雙峽縫呢 這個screen 在這個地方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做一個 在前面放一個透鏡 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說在這裡放一個透鏡 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在slit的前面放一個透鏡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從透鏡 這個射過透鏡來的 然後再放到這個 screen上面p的部分 還有這一點 經過透鏡的部分 這個是 那這邊的話 你這個全部的在 進到透鏡以後的話 那它有一個 再是平行光的效果就出來 所以你的光層差 其實是可以從這個位置 開始算去到這裡 那這一段就相當於我們這個 這個整個的區域 所以我們只要把透鏡 放在slit的前面 那我們就可以整個利用 跟這邊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去計算它了 那看起來好像這個雙峽縫的 讓乾涉的部分 已經沒有什麼好 可以談的了 但是反過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在這一點上面的 這個坡過來的時候 在這一點上面的 如果它的intensity 是隨著時間在改變 那intensity 隨著時間在改變的時候 當你眼睛去看它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什麼 每一點都是intensity 隨著時間在改變 但是沒有一點 相位是什麼 是固定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其實看起來都是什麼 模糊一片的 換句話說 除了你在這邊的分析以外 你最重要的是 這個光源 這光源必須符合什麼性質呢 S1的光源 S1的光源 跟S2的光源 它必須符合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 叫做coheader OK 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把這個寫出來 我們基本的要求 是它在screen上面的單位 是要固定的 這個事實呢 我們說我們要做到一個 where defined interference 這個pattern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光源 那就是它的光源 是號碼 1 prime 2 2 2 1 2 2 2 3 OK 这个是重点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干涉的条纹 是非常well defined 就是非常固定而且非常shout 那我说在P点位置上面的 这个face difference 5 一定要保持固定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保持固定的话 是对时间保持固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假设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两个光源 S1跟S2 出来的光源它是coherent 假设S1跟S2出来的不是coherent 它在P点的相位 随着时间不会固定的时候 那P点的相位是一下子是亮 一下I是mesma 一下I是minima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final 你在眼睛里面的average 看到的intensity 其实它是模糊一片的 那个点都是模糊的话 那你看起来 根本没有条纹成真的情况 那我们说这两个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在哪个地方呢 我说如果你的光源过来的 它完全是coherent 那我可以看到 我每一点进来的电场 两个一箱加 那它的intensity呢 i呢 它应该是对应 e相加结果的平方 换句话说 这两个相加结果的平方呢 是e1的平方 加e2的平方 还有加这两个 这个是等于e1加e2 然后dot e1加e2的complex conjugate 这一项就是等于这样子 所以你还要把e1 dark e2 dark e2 将e1 compress dark e2 将e1 compress 将e1 compress 干涉下 反过来 如果你不是 coherence 是完全incoherence 应该要形容词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 你把E1 它的intensity I1 它其实就是proportion to E1 那I2 一样的proportion to E2 那我们可以看到 total的I 这一项是I1 这一项是I2 那如果完全不incoherence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I 其实是proportion to I1 加I2 它没有 它这个没有 这个interference的term存在 那换句话说 这个呢 是I呢 是等于I1 加I2 这是两个最大的差别 那这两个差别的部分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平常啊 做这个干涉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让S1跟S2 coherence的部分的话 我们不是用两个点光源 而是用同一个点光源 出来的让它经过这个位置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在这个位置上面是怎么做 就是一个点光源 然后这是一个slip 那我把它经过一个透镜 让这个点光源呢 是经过这个透镜的呢 的光呢 OK 那直接射到S1跟S2 那这个S1跟S2 都是来自同一个sauce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S1跟S2就coherence 那它相位就是同步的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同学会问说 电厂跟intensity的关系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 已经讨论过的 在我们电池波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讨论过一个 电厂跟intensity 基本上面我们是讲了point vector point vector是等于什么 point vector就是等于μ0分之1 然后电厂 close时长 对不对 那我们也把point vector 它可以对的时间 去做平均值 这是一个平均值 对时间的平均值的部分 那你其实这个point vector的平均值 就是相当于intensity 然后再加上 它行进的方向 这是方向的部分 它的大小 它的这个average的大小的话 就是它的强度 intensity的强度 所以你从这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 我们在上次再讲到这个时候 这个计算出来是2μ0分之1的 这个e cross v ok 但是e跟v啊 在电池波里面 e跟v它们是相关的 电厂产生磁场 磁场产生电厂 所以这个是等于2μ0 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 2μ0分之1平均值 这就是我们的intensity 你把方向拿掉的时候 或者是2μ0分之1b 所以1跟v是垂直的情况之下 b呢又等于e除以c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intensity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intensity是跟电厂1的平方乘比例 就是因为这个b方 它是跟电厂1平方乘比例的部分 这个就是电厂跟这个intensity之间 i是proportion to 1的平方 它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根据 好 那再回来 到这里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了解的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再回来了 我说 这样子是一个从几何光学 来看它的光层差 然后你来看到 它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 在哪些位置上面 它的这个intensity i是messima跟minima的部分 那如果从波动光学 我们就直接打印占 这个印占是什么 我们就把s1的光源叫做e1 那e1是等于多少 e1是10的sine的ω2 这应该没有问题 你随着时间 你随着时间 到从s1过来的光到p点 就是已经到达p点了 ok 那随着时间 那随着时间e1是等 10sine ω2 那 从s2出来的呢 这是flow 从s2出来的光呢 我叫e2 到达p点的话 那e2跟e1之间 一定会有一个相位差 我说叫做phi角 那phi的相位差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 phi呢 如果我除以2pi 这个相位差 这个相角的多广 就相当于我的光层差 除上lambda ok 这个是θ 就是这一段 ok θ除以lambda 就相当于我的phi角 这个是相位角 除以2phi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所以data 你知道是d θnc 它是paste biflens 这样也没有问题 Omega的话 ok 就是2pi f B 那b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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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跟d 有关系 也跟c tg有关系 ctg就跟p点的位置有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 就是我们到了p点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常常更严谨的会去写E1 写成什么呢 E1 就是等于E1 这个是大小而已 然后我们把EIK1.R 减掉Omega t 加上Fy1 这是一个电子波 你用这个 这个负数的方式来表示它 因为说真心话 这边就是有Compass Conjugate 那E2的部分 就是E2 然后EI K2 Dot R 就是Omega t 加Fy2 那R呢就是我们 这个 OK 从原点到P点的位置 现在你知道你要求的Intensity 是要把两个电子波 把它相加起来 取它的Compass Conjugate 所以你的I是等于 I是等于 跟E的绝备值相关 就是相当于 这两个E1 加E2 Dot E1 加E2 所以你现在你把它算一下 我可以知道 这个是E1 的绝对值相当于 的绝对值平方 加E2 的绝对值平方 再加上 这一项 这一项一算是等于多少呢 其实这一项一算 就是E1 E1 Dot E2 的Cosin C 我把它写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 细部的算法 现在你把E1 Dot Pa 的Compass Conjugate 的话 这个Dot Pa 是Pa 这个Dot Pa 是 E1 Dot E2 的Compass Conjugate 那你把它 这两项的Compass Conjugate 一乘的话 就变成 E1 Dot E2 OK Exponential的 I K1 Dot R 减 K2 Dot R 再加上 Y1 9 Y2 这有没有问题 那同样的 E2 Dot E1 the complex conjugate 就把它再加上另外一項 1-k1.r-k2.r 再加上5-1-5-2 所以你这两项一算出来的话 这边就变成Exponential的i theta角 加上1-i theta角 就是等于两倍的cos theta 所以这边的cos theta 就是k1.r-k2.r 再加上y1.r-k2.r 这样也没有问题 ok 所以你已经知道了 你的intensity 你是cocular 相当于 你是个别的intensity 从S1来的 从S2来的 的intensity 还有一项 这一炸项 这一大项就是 我们的单色项 那这个干涉项呢 这个干涉项 这个干涉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假设你是这种情况的话 相当于我的干涉项 这个Cata角 对应这里的结果 就是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吧 我可以擦掉了 有没有问题 这个Cata这一项怎么来的 这应该没问题的吧 啊 有问题的请举手 有问题的请举手 哪一个 哪一个地方 你是说一开始就不懂 啊 字太小了 你说哪 除了字太小以外 字看不到吗 好 那边看不到 那你的问题是字太小吗 字太小 哪一个地方字太小 这边 这边 i 这个部分 i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等一把 它 这个是 complace conjugate 就加了一个负号在这里 所以一层 就是k1 dot k1 dot r 减掉k2 dot r omega t 就消掉了 所以fi 1减快2 ok 最一项的部分就是 complace conjugate 是取在e 1 所以这是负号 这是正的 所以一样的把负号提到外面 k1 dot r 减掉k2 dot r 然后 这两项一样的 因为负号在前面 所以fi 1减快2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也没有问题 没有了 所以这里 这一项跟这一项只是插了一个负 所以 e i θ 加上e i θ 这个就是两倍的cos θ 就是这边 好 那没有的话 我这边就要插掉 好 那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说 我的intensity的部分 如果是incoherence 那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已经讲 incoherence 是e 1加e 2了 也就是这整项 全部它的平均值 它的平均值 它是等于0 因为它是随着 跟位置相关的物理量 所以它等于0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i就等于i1加i2 那我们其实 对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因为每一个位置 e1加e2的结果是 跟位置independent 就是完全跟位置无关了 那没有跟位置相关的物理量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上面的个点 它的intensity 并不会随着位置改变 就是i1加i2 没有这一项的情况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看不到干涉条 也就是说 这里面全部的intensity是一样的 就是i1加i2 那个i1加i2 ok 那现在 我们想讨论的 都是属于 第二种情况 就是cohelen e1和e2呢是cohelen 他cohelen的情况之下的话 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的 你的intensity e啊 我先把1 把它 intensity1的部分的话呢 你知道 你要把你的intensity加起来 也就是这个要加起来 而你的i呢 是跟这两个的成绩 相加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这一项 是让我们有兴趣的 而这一项呢 这个θ角 实际上就是k1-k2 dopr 这个r 跟你的位置相关的一个物理量 就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e1跟e2 你把它加起来 我们就直接加这两项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我说把这两项相加 它就是10sin的ωt 加上10的sin ωt加5 那你把它加一下 就是两倍的10 sin ωt加上2分之5 再cos的2分之5 ok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total的e啊 怎么写呢 我把total的e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把这几项 那 因为这个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把没有时间 没有随着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把它放在一起 e3 e3就是2倍的10 然后cos的2分之5 你就等2倍的10的cos的β 这是e3 然后另外剩下来的就是sin的 ωt加上β 所以β就是2分之5 现在你看到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告诉你的 你这个intensity 实际上 这是时间下 这个是空间下 这是跟空间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我可以在任何位置 这个ceta角 我把ceta角的部分 没关系好 我先放进来好了 这个eCeta 这是ceta角 其实跟2分有关系的 那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在任何位置的 这个intensity呢 跟你在ceta等于0 这个位置的intensity 去比较的话 就是e0 ok 跟eCeta的平方的比值 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那你把它一比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 它的这个比值的结果 就变成是 这eCeta的部分 是410 平方cos平方 2分之5 那这个是10 平方 所以你看到的 这个变成是4 10已经消掉 cos的平方 2分之5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任何位置 它的intensity 跟ceta角 等于0的时候的intensity 它实际上是等于 这个关系 ok 那这个关系的话 基本上面 掰角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掰角的部分 掰角的部分 掰角的部分在这边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掰角 实际上 除以2pi 就等于 就等于 data 除以lambda 那data呢 就等于 data data 除以lambda 所以你的掰角 实际上 我把它更进行 我把它更进行view的 表现出来的话 就是等于 i3pi 是i0 co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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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intensity OK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了 跟西大角相关的intensity 西大角 beta等于5分之2的部分 其实这个就是beta 那这一项就是beta OK 那我说beta 当等于mπ的时候 那就是i theta 是max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你的bπsin theta 除以lambda 是n个lambda的时候 那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nπ不是n个lambda 所以你马上看到 拍拍消掉 bsin theta 这个结果就是第一种情况 跟我们在这边看到bsin theta的n个lambda 是一样的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种情况就是 这一项beta是等于m加2分之1π的时候 它是cos 它是cos平方beta 是mr 也就等于0 所以你把dπsin theta 除以lambda 是等于m加2分之1π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dsin theta 是等于m加2分之1π lambda 这个时候是minima 这是maxima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intensity 随着这个c theta角 这个c theta角的部分 在某些点 在某些点 c theta等于0的时候 跟c theta等于 这个2分之π 等一下 c theta 对不起 第3c theta c theta等于0 是maxima 没错 c theta等于0 是maxima 没错啊 为什么变成minima c theta等于0 是maxima 1 2 2 2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下子晃乎了 是maxima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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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πsinθ除以λββ是等于0的时候 这一项是最大值 它是4i0 那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值的时候是 通通要4i0乘上这个β 所以我们看到了 它的intensity 在θ等于0的时候是最大值 这是4i0 然后 再来 你可以看到的它的intensity的这个大小的embrough 这个intensity的大小 它实际上 这个就是cos平方的 那你会问老师说 那这个cos平方β不是应该有 还是会有cos啊 会有 那么这样画好 它是应该会有这个cos平方β的embrough 这个是0点的位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间范围的 这个黄色的就是在这里面的 这个黄色的就是在这里面的 那在第二个部分 它的intensity更小 也就是被这一项去modify它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双小凤的一个烙色 那它你看到它的烙色条纹呢 实际上如果你把烙色条纹画出来的话 那它是 这边很亮 然后慢慢的按 所以虽然看到一个非常这个清楚的烙色条纹 就是中间的地方是最亮的情况 这是我们双小凤的烙色的情况 那这个双小凤的一个烙色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项笔的部分 来代表我所有在这里的计算 那怎么算呢 我说实际上 我要加的这两项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intensity过分 那你怎么加 我们不是已经学过Facial了吗 那你就把Facial的观念引进来这边 E1万是等于10的 产以Omega T 那换句话说 我取一个E1 然后Omega T 我可以在横轴或重轴都没有关系 我如果取Cosin的话就是在横轴上 好 那E2呢 你已经知道是10 Final的Omega T加Final 换句话说 你要把它加上去 那加多少呢 加的大小的值 还是10哦 这个项料的长度10 但是它的角度是Omega T加Final 那所以你看到了 这一个是E1 E2 10Sin的Omega T加Final 可以你把它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就是直接相加 这个就是我们的Total的E OK 那这个Total的E 也就是我们的E3 也就是我们的E3 这边的E3 那E3等于多少 E3 E是等于E3的Omega T加Final Beta角 OK Sin的Omega T加Beta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你看到了 这Beta角啊 跟Fib角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这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Fib角是等于2 Fib角是等于2倍的Beta角 因为这是Y角 那两个 其他两个内角 所以你直接就可以写出这个关系式来 这个关系式就是这个关系式 接着你要求Ecita是等于多少 Ecita你既然已经知道 这个是Fib 那这是等边三角形啊 那实际上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Ecita 我做一个垂直线 所以Ecita其实就是两倍的 E0的Cosine的Beta 你把它投影过来 这个这一段 就是E0的CosineBeta 这也是我们刚算了半天 所得到的结果 那你用Fib角的观念 在一个图上面 就直接把它解出来 OK 所以同一个问题 从可以从 这个完全是 以电池波的叠加理论 过着你用Fib角的概念 都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一起来 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是干涉的情况 不共干涉的情况